大脚新讯息 我们有能力看到地球上更好的当下时刻 也是一个我们正在做出的选择 我们选择在任何时候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积极的方面 集中在你们在特定的时刻所取得的小小进步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从不自欺欺人 你们选择专注于当下的哪个方面 总是取决于你们自己 而这个选择会对你们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 现在大多数人都没有很认真的对待自己的情绪 因为他们没有足够认真的对待自己的情绪 所以他们在压抑自己的情绪 那些被压抑的情绪形成了能量阻塞 那些能量阻塞向宇宙发出一种振动 而那些悲观的念头 以思想形态来到你们身上 他们进入你们有意识的觉知 在那一刻 你们确实有一个选择 你们可以认同那种悲观的念头 也可以否定它 这就是冥想的美妙之处 因为在冥想中你们学会了如何抛开所有的念头 很多人尝试冥想 然后认为自己很不擅长冥想 因为各种念头总是络绎不绝 因此他们认为冥想并不适合他们 但是只要你们不断病除那些你们不喜欢的念头 转而关注一些积极的事物 你们就能让改变发生 最终你们将无法胶着于那些卡住的能量 那些能量阻塞 因为当你们变得更加有意识时 它会让你们感觉更糟 你们就会尽你们一切所能去释放它 你们都能从此时此刻现有的帮助 和即将到来的帮助中受益 当你们开始过一种更有意识的生活时 你们更有可能这样做 这意味着你们要有意识地觉察到 你们正在做出的选择 包括你们选择关注什么 也包括你们是否选择冥想 并关注你们的念头和情绪 当你们在一种更高的频率上运作时 你们能够得到更多的帮助 你们的振动也最终会自然地提升 通过冥想这种简单的行为 或者通过选择专注于你们生活中正在起作用的 积极的肯定生命的事物 我们知道所有的存有 无论是物质还是非物质的 在这个时候都在加强能量方面的支持 我们也知道你们中的许多人 正被迫面对你们一直压抑的东西和那些能量阻塞 我们想让你们知道如何更有效地清除他们 这就是我们给你们这则传讯的原因 我们希望你们成为你们生来 就应该成为的高频能量的管道 当然们需要对此时的世界状况 和人类集体意识的状况感到有望时 他们将可以寄望于你们 我们是大脚心理社会 我们很高兴与你们交流 我们很高兴与你们交流